今天还在消化刚花不完的第一季的上市贵公司的获利 那整体的这个金额是利落 因为不管是YOI成长了将近两成 或者QOQ也是维护的成长将近有一个百分点 所以上市贵公司的第一季的获利总共有4600多亿 这个本身是利落 但是请我们的观众特别注意到 它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赢家全拿 获利集中化 台积电一家第一季就赚了700多亿 鸿海赚了300多亿 这两家加起来大约接近1100亿 什么概念 我跟各位讲很可怕 光是这两家的电子就占所有电子的获利的2400亿的43% 然后占所有上市贵公司的获利23% 哇 那我们上市贵公司将近1600家 就看这两家的表演了 我还没有把那个金控给算起来 金控第一季的获利增加了700亿 所以我们在前一波当公万点的时候 这些外资都买这些大型的全职股 我们现在终于得到答案 他们买对了没 对 其实就是这样 那我们很多观众就说 那不会啊 我来买中小型的股票啊 我的股票我们出来以后呢 低级财报呢 尤其在什么红色供应链的威胁之下 中小型股呢 几乎获利全面的弃手 八家的光学镜头只有大力光赚钱 其他在赔钱呢 我们也看到了像今天的盘面 谁电子股谁比较弱 第一个低润比较弱 对 金东方准备做低润 然后呢太阳能那更不用讲 今天跌最多的太阳能 而且开始融资准备怎么样 断断头 其实今年我跟各位报告 太阳能装 这个花电的装计 在中国大陆今年是上来 因为政策扶导 所以他们太阳能 今年的营运状况是不错 但是问题是说 他的订单会给你吗 不会给你嘛 但是我们呀 我们卖到美国被双还 缓倾销税 我们是税率比中国还怎么样 还高耶 还高耶 所以你看现在所有的这个 太阳能是杀得很凶 很可怕 还有IC设计 除了扫布以外 IC设计也开始面临中国国家 六千亿的一个什么样 这个胡子半导体的威胁